我先生一直鼓励我说 你不可以放弃哦 教练说这都是排毒现象 然后咳痰啊 然后喉咙痒啊 他说这都是排毒 你绝对不可以放弃 所以他一直鼓励我 我真的发现我的过敏 一天一天的改善 原来我做了一年的温柔老婆 中气不足 现在讲话越来越大声 然后有一天 我记得我很大声的吼 吼我先生的时候 我先生非常高兴 哇我的老婆复活了 所以我就知道我有希望 冬天到了 我们如何来照顾自己的肺呢 再加上新冠疫情呢 随着气温的下降 好像越来越有反扑的趋势 全世界的情况呢 还是这么样的严重 所以我们这一集呢 要特别为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 我们如何来照顾我们这一颗宝贝的肺呀 我们从中医的理论来讲 肺乃气之海 气乃人之根 所以肺呢 就是我们气能量的海洋储存场 那么气就是我们人 能够正常运作的一个根本 所以一个肺的健康与否 就关系着我们人的根本 是否足够的强壮了 明山师姐她从小 就罹患了肺结核 所以她从小就有跟这个不健康的肺 相为伍的经验 但是您知道吗 她其实练功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来看看 她如何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 把困扰了她这几十年的问题 来做一个缓解 做一个改变呢 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63岁的明山师姐 我们看您背后这个照片 您这个貌美如花身边的这一位 是您家的师兄 对 他是我男朋友 还没换 一辈子的男朋友 对 您家师兄跟你一样 都有一起练功吗 对 他本来没有 因为他很懒惰 那是因为都上了年纪 他亲眼目睹 那个因为贫水 把他老婆命捡回来 然后他觉得这个真的是不错 然后一直鼓励他 然后软硬兼施之下 软硬兼施之下 然后他就跟我一起 每天晚上一起 他只练一次这样 像身体状况也不错这样 哦 不错 对 他原来有五十肩 膝盖退化 您先生多大岁数 69 我63 然后他那种老人的状况的 开始都有 但是他因为每天被我逼着 每天练习 他只练三个月 他的五十肩就好了 那个膝盖也不必做腹健 现在都不错 还蛮健康的 然后就把它当保养 因为气功能外 然后更相爱 感情更好 小时候 这是您几岁时候的照片 这张 十岁 十岁 哇 小时候您是体弱多病啊 讲讲看 那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有八个兄弟姐妹 母亲非常辛苦 还有我父亲 他身体不好 我母亲等于要照顾九个人 然后环境又不好 爸爸也算一个小孩 对 然后我跟我弟弟 从小就罹患肺结合 从此以后我的肺 就不是那么健全 然后每次感冒 咳嗽就是最后才好 而且很难好 我都不知道说 其实我过敏很严重 我们家八个兄弟姐妹 四个过敏 我最严重 然后我严重的鼻涕倒流 然后我的鼻涕很少 都是往后 卡到这边 然后就咳嗽 然后五十岁的时候 我跟林琪 然后开始停经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 还有复刻的问题 但是呢 过敏却发的一发不可收拾 反而是这个小时候 对 然后有一次呢 我中感冒以后呢 咳嗽就好不了 从此咳嗽变了我的噩梦 没有一天不咳 天天咳 五十岁咳到六十岁 这十年当中 十年当中 我花了很多钱 看了各种中西民医 主任级院长级 哪里有名人家介绍就去看 通通没有办法 跟自我的咳嗽 所以其实真的这十年当中 我真的很痛苦 也很自卑 我走到哪都咳嗽 随时随地出门都要戴着口罩 然后在这疫情期间呢 然后更不愿意出门 人家都以为我是疫情 所以就非常的自卑这样 所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说 如何去检查说我的肺功能到底足够好吗 足够强壮吗 其实有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那您这个长期肺不好 你应该知道怎么样自我检查你的肺功能 我知道 憋气憋半分钟30秒 憋气那你可以做得到 我不行我只能20秒 OK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试试看哦 如果你可以很轻松自在的憋气30秒 都不会觉得有压力的话 就表示你的肺功能还算不错的 肺活量好就表示你的健康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哦 另外一个fit也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就是爬楼梯 你就一口气爬3到4层的楼梯 看看你爬完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上气不接下气还是还游刃有余调一下就行了 还是明山四届您可以爬3到4层 只能爬2层 第二2层就开始喘 就喘到不行了 所以如果说您这个有这个现象 就表示说您的肺功能它已经不太正常 那我们就开始去注意怎么样的去调理了 所以一个肺功能不好的人 他其实可以稍微的看得出来 譬如说第一个就是皮肤颜色会很灰暗啊 干燥啊 骚痒 另外就是常常会反复便秘 那第三个通常他的鼻子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鼻涕倒流 对还有会长期的干咳一直咳 所以您咳了10年对不对 还有爬楼梯会觉得胸闷气喘 还有另外一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哦 你可以观察你的大拇指 如果你的大拇指指头的部分 开始变得比较肥大哦 下面是瘦的上面是胖的 这就象征着你这个肺气循环不良 肺功能可能有一点状况 稍微注意一下哦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肺功能不好 其实这个人就比较容易多愁善感呢 所以很多多愁善感的诗人都肺不好 那么您在这个肺功能到处求教明医 求告无门啊 大家都说治不好那您怎么办呢 西医是不会跟我讲太多 然后中医就说你就过敏没有办法 不管吃什么东西都没办法改变你的体质 然后后来我咳到脂肌管跟肺都受伤 然后就气喘气喘以后呢 我不能呼吸脸色苍白 然后就挂急诊 急诊以后奄奄一三次 三次再奄奄一息 每次那个肠根急诊的医生都讲同样的话 就说啊你的肺就这么烂 我也救不了你 我都很伤心实在没办法 然后后来又转诊到台大一个民医 台大医生把我的检查核磁共振报告 用电脑打开给我看 我才吓一跳 我咳到脂肌管不但没有弹性 同时破很多洞 一个一个一个洞在这 然后就像那黑豆样那么大 然后我的肺已经开始浸润 如果再这样严重下来就会开始纤维化 天啊 然后医生还说台大医生很清楚告诉 你这些洞无药可遇也没有办法缝 那只能靠保养 如果再破下去整个脂肌管都烂掉 那就是影响到我的生命 真的是等于是判死刑 然后我就哭着回家 然后他他要开的药我带给他看 都是常跟一模一样 那都是治标不治本 我就跟你说你不要开了没有用 我剩一堆 然后我就很伤心的回到家 因为我姓天主教 然后我就想好吧既然我要死了 我就准备自己的灵魂 然后我们教会 你还真是想得开 对我想得很开 准备自己的灵魂 对然后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姐妹 在教会里面他就介绍我到一个 介绍一个老中医 我去看老中医的时候 他帮我把脉他说你不要哭你不会死 你只是严重的鼻涕倒流 我先开一点药水让你止喘 然后他就顺便问我说你会气功吗 突然让我想到气功 20年前我在大安区社区大学有修过气功 我会瓶甩手我就这样回答医生 医生老中医就说你只要专心的学一种气功就好 你就回去练拼甩手 你不要再学其他会差气 你不要一级东学系 你就专心练一种气功 所以这个老中医还蛮不错的 告诉你去练气功 对回到家以后呢 我就开始打电话 结果接电话的所有师兄姐 非常的有爱心 赶快鼓励 鼓励我在家练拼甩手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会气喘急诊的状况 所以我就在家练 每天练三次 每次练半小时 哇 好认真啊 三个礼拜以后 第一个奇迹出现 我从此不必再去急诊 后来我女儿又要我 时间到要我去台大医回诊 我实在很不想去 我去回诊的时候 那个医生弄听筒 听我的一直听 前面听完不过瘾又叫我转 又转过去又听背 我想干嘛要听这么久啊 他就马上问我说 你吃什么 你为什么好这么多 我说我吃气功啊 我就吃气功 我就吃气功而已 那个医生马上点头说 他相信 你看连医生都相信 气功比你的药好多啦 所以我就很高兴 然后至少 我不会影响到我的生命 我就有信心继续练 我知道这个气功救了的命 让我不必去急诊 所以我就哭了 又哭了 对我哭了 因为我觉得 我对不起师父 之前是无药可救了 就哭了 对这是喜极了 但是我就觉得 我没有脸见师父 我要是当时练 现在也不会 所以人不要以为自己很健康 我那时候就很任性 我学我会我干嘛练 我懒惰 我不必啊 我很健康 对所以你看 所以我就哭了 然后就 但是还是乖乖练 我那个一直渴 还是不可能说 练完咳嗽就会中 因为我的过敏太严重 师兄姐就鼓励我去道场上课 好 我就去上课 才开始知道说 连完我们 原来我们练完平甩要进攻 哦 终于学到了 对 然后我就慢慢的跟他们学习 师兄姐妹非常有爱心 在道场是一个 就像天堂一样 非常快乐 不但可以 可以得到健康 重新让自己的心灵成长非常多 但是我又有第二个问题 因为我10年来 我每天都这样 每天这样 然后伤到我的脊椎 因为10年 让我的脊椎 第五节滑脱 X光片非常免滑脱 然后做股神经痛 我去找荣总骨科主任 他说你这个滑脱 没办法开刀 然后做复健只是减缓痛苦 开了一堆止痛药 我出门半小 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小 坐车没有办法半小 因为驻骨神经痛 痛得要命 然后就要靠止痛药 才能做基本的加势 然后我就很痛苦 然后教练安慰我说 你不要难过 你继续上课 当你学到另外一个功法的时候 一定会大大的改善 然后我就相信教练说的 我就认真上课认真练 真的有一个功法呢 我回去早上练10分钟 晚上练10分钟 才两个礼拜哦 我从此不用再吃止痛药 哇太厉害了 这是第二个奇迹 第二个奇迹出现 那也是因为你相信 对我相信 而且我认真努力做个好学生 回家努力练功 所以不能够只 只有在家练平出来 这样是不够的 真的对你身体有更多的帮助 一定要去到场上课 谦虚的跟师兄姐们学习 所以你练功了 我相信你这么大的改善 应该也影响了你的家人 对 所以我先生他就 因为他比较懒惰 他会鼓励我 我在中间因为一直咳嗽 我都觉得好烦哦 然后就觉得说 不想练了 怎么练了半天还是咳嗽 虽然没有急诊 可是我先生一直鼓励我说 你不可以放弃哦 教练说这都是排毒现象 然后咳痰啊 然后喉咙痒啊 他说这都是排毒 你绝对不可以放弃 所以他一直鼓励我 然后师姐们不断的用赖 鼓励我说不要放弃 然后我就努力的用功 继续走下去 我真的发现 我的过敏一天一天的改善 是哦 原来我做了一年的温柔老婆 中气不足 现在讲话越来越大声 越来越大声 然后有一天 我记得我很大声的 吼我先生的时候 我先生非常高兴 哇我的老婆复活了 所以我就知道 我有希望 在无形中的进步 我自己看不到 可是我先生他非常清楚 他一直鼓励我说 你真的进步很多 只是你自己不觉得 所以这个功法这么好 真的我真的太感谢师傅了 其实你的姐姐也因此而受费是吗 我跟姐姐的髋关节都不好 我四年前除了做骨神经痛 脊椎我的髋关节也不好 我有个姐姐两个都换了 另外一个姐姐 他换了一边 然后骨科主任说 奇怪你们 我们三个姐妹都是找骨科主任 你们家的髋关节都发育不全 所以你的髋关节大概只能再用一年就要换 结果现在已经四年了 我因为练平甩都OK啊 然后我那个姐姐她大我15岁 她痛得要命但是又不能换 所以她也是看了很多医生 然后最后打肋骨唇 剥尿穿 止痛药 痛不欲生 后来我就鼓励她练平甩 然后又带她来上课 有非常优秀的教练来 特别指导她 她回家跟我一样一天练三次 一天练三次 然后又练教练教的功法 才两个礼拜 她就不用再吃止痛药了 哇 真的是奇迹 对 然后她就很高兴的说 一年前我劝她练平甩 她又哭了 为什么我一年前没有练呢 她不相信 她很后悔 她为什么一年前不来练 然后她说她很 因为我弃而不舍 然后她就说她很感谢我 我说你不要感谢 你要感谢师父 这些全部都是 师父白白给我们的 真的是 免费奉送给世人 这一家好礼 平甩工 就是要让大家来自救救人 对不对 我们自己得到健康 我们一定要帮忙传爱 要告诉所有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虽然现在你看我讲话会渴 但是你们听听看我的声音变这么大 我中继续续续 我相信我这样继续练下去一定会非常健康 对啊真的是 而且越练越年轻 然后跟先生感情越来越好 因为他自从练气功 他看我身体不好 他会帮忙倒垃圾洗碗 我就更爱他 因为我就会觉得 哇他怎么这么可爱 这个我们肺部不好的人 您知道吗 保持好心情是很重要 像我们明山师姐这样子 我看他来到这节目 你看一直笑一直笑 你看多笑笑 保持好心情 就是让我们肺部健康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每次吃以前 没有练功之前 每个中医把脉都说我非常含 那吃药有改善吗 我花了很多钱吃很贵的中 一包药水200块 我一天吃三包 吃了一个多月一点改善 一样咳一样痛 所以我后来发现 你真正要改变体质 把我们的寒气排出来 只有靠平甩手 甩手就是排毒也是排 他这样排把我们身上不好的东西 通通排出来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寒气 对对对 就是所有不好的都排出来 我想这个 如果有人的脾气不好 可能也会排出来是吗 对对对 我性质很急 但是我练功以后呢 因为都是要慢 然后慢慢把急性质摸摸 不要那么急躁 然后变得 我先生就说我变得更可爱 虽然不是很温柔 讲话很大声 但是他觉得 心情上成长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现在只要一练功 就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么好 练功不难 最难就是你要有耐性 你要相信他 你现在讲练功 你这么样开心这么样舒服 你是从一开始练都一直这么开心 这么舒服 不是 我是自从发现我练了以后 才三个礼拜我就不用再气喘 我就发现我非常喜欢他 爱上他 然后我觉得他帮助我这么大 我为什么不好好的练 所以我从三个礼拜以后 刚开始我也是半信半疑 可是教练一直鼓励 一直鼓励 我就听话就很用功 然后中间当然有挫折 因为我的过敏非常严重 我还是一段不段的咳 而且有时候他换劲的时候 我会狂咳 换劲的意思就是身体的排毒反应 然后换劲的时候 他会让我狂咳 10分钟 这个10分钟 是我在没有甩手之前没有发生 我都觉得很奇怪 我们都会想怎么搞的 我练得这样 不是练功应该是更好 对 怎么会这样 然后呢 然后我就趴在那个沙巴上 狂咳 我先生跟小孩在跑跑来 妈咪你还好吧 然后我脸红红的看着他们 我说没关系 教练说叫我放放放放轻松 继续练 所以在幻境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最不好就是肺 肺里面我吃了10年的中西医的药 哇很多的药 累积在我肺里面 靠着瓶甩 不断的咳嗽 不断的把那个痰吐出来 所以教练说你不要排斥咳嗽 那就是排毒 把你这10年来 各位你想想看我吃多少药 中西医看片 所以统统累积在 现在靠着慢慢慢慢把它排光 您知道吗 在这个美国啊 我们最近有一位医生 Dr. Rios 他是在洛杉矶当医生的 然后他最近呢 写了一封信来告诉我们 他每天都要接触很多的病人 结果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当时呢 这个新冠疫情非常的严重 就是刚刚 就是这个1月份的时候 然后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 都染上了新冠肺炎 然后他去检查发现他竟然没有 所以大家都很惊讶 因为他一家人 他一家人啊 所以他的太太先染上了 然后5天之后就发现他儿子也发了 所以表示他太太感染的时候 就同时感染给他儿子 那他本身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每天朝夕相处 同坐着屋檐下 对 那他也没有说之前得过新冠肺炎 所以他并不是有了免疫力哦 结果他竟然没事 然后他的同事都很惊讶就说 怎么会这么奇特的状况 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后来他就知道了 因为他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他就开始每天 练两到三次的平甩 三年前的时候有一位修女 美智修女 然后是他的病人 送给他平甩的奇迹小手册 所以他当时就 就有看了这个小手册 就有三不五时就会练一下 新冠疫情非常这个状况 非常不好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情形很严重 可能会更糟 所以他那时候就决定他要开始 他每天练两到三次的平甩 非常的认真练 他认为这一次 他的家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是他却安然而退 肯定是跟他练平甩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藉由这个例子 我们也鼓励所有的 这个镜头前的朋友们 真的帮我们分享 让更多的人都可以一起来 来学习平甩 那我们这个直播的节目 其实也有英文版本的 所以如果你有认识外国朋友的话 别忘了也帮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在疫情这么严重 平甩真的可以帮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尤其是像我们肺不好的人 一定要练 因为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的肺不好 第一个感染就是我们 然后我们就传给家人 大家都痛苦 而且病毒这么强 既然我们可以不用靠药物 只是练气功 多么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 这么好的功法 感恩师父同时 我们要帮忙把这个爱传出去 学习师兄姐们 帮助大家能够更健康 别忘了点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再见了 拜拜